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节目 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Costco的会员的一期节目 这个有观众呢,试信我说 这个Costco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帮助大家省钱的这个政策 但是很多会员可能都不知道 我经过一发研究之后呢,发现的确如此 这就是它的价格调整 这个价格调整,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我是怎么找到这个价格调整页面的呢 我是在Google里搜索Costco Price Adjustment 那么出来的第一条,就是Costco的这个政策调整的页面 到这个页面上呢,它是这么介绍的 就是说,你在Costco的网上或者它的店里买了东西 30帖以内,如果它进行价格调整 就是说价格降低了,那么你就可以去申请价格调整 把这个调低的这个价格拿回来 这个事情呢,也非常的凑巧 我得到这个信息以后呢,没过几天 嘿,正好我之前在上一期节目跟大家 就是以这个speaker 这个Bluetooth的播放器为例 来跟大家讲的这个Costco的会员的问题 那么我就得到信息 就是说我买的这款产品呢,它以前我是49块9毛9元价买的 正好买了没多久,绝对是在30帖以内了 那么它价格呢,进行了10块钱的调整 39块9毛9了 现在,那么我就到店里去 把这个东西呢,要求说进行价格调整 他们很痛快的就把这个差额呢,退给了我 差额连带这个税都进行退 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做的一个小调查 我们在我们湾区黄业群里头呢 小范围的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是有19个人采与了这个小调查 就是说呢,是会员 但是不了解这个价格调整政策的 占了绝大多数 有11个人投票 比例是57.89% 有了解使用过的人呢 只有5个人占26.32% 了解没有使用过的呢 有3个人占15.79% 总体而言呢 就是大部分人 大部分的都是指的Costco的会员 并不了解这个价格调整的政策 相信通过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你会了解这个政策 那么你下一次买东西 如果你留意的话 它的价格降低了 那么你可以把差额呢要回来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省钱的小秘密 相信Costco的会员呢 以后你收看了本期节目 都会注意到这项政策 在适当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拿回一笔这个差额 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